准备做菜了 这个虾准备怎么炒 我先把虾献到头去 反正头也不吃 我买了这个虾 27块钱 比家里便宜好多 家里卖40多块钱一千 晚上有虾吃了 我帮什么 我先把螃蟹蒸了 那个大杂蟹 老妈就负责打毛衣 准备 妈呀你的螃蟹 准备整这个 这个杂蟹 这个杂蟹 还有一只呢 把那后面给我的妈 我的妈 还要洗一下 怎么办 你不用洗 忘了叫老板绑了 来赶紧拿盖子 快点你的盖子呢 全都饱了 放一只盖子好不好 小心小心 留给它夹到了 还有一只 忘了叫老板 把它扎了 可以了 烧可以 等下它 死了之后再去调整一下 没有 不用调整 蒸熟了就可以了 它出不来吧 出血了 完了 5块钱一只的大杂蟹 看一下我们的菜 菜已经准备好了 大杂蟹 喂呀 这个大杂蟹 5块钱一只的大杂蟹 你个人吃啊 我不吃 你个娜娜吃 你不吃蟹吗 我不吃 这个很好吃的 有黄的 你看一下 那个油 看没 我这个买赚了 我来啦 我炒菜了 吃蟹了吗 准备吃饭了 三个人今天晚上吃了一回 吃四个菜 一个炒白菜 酸辣萝卜条 还有个什么 这个是 那个 那个什么骨炒肉 我又知道什么骨炒肉了 跟鸡蛋 这是那个大虾 我不要那么多饭 我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我刚才吃了 大杂蟹 好 这样的东西 你来吃饭 好吃 我们吃完晚饭 在这边闲聊一下 明天早上八点 然后我们就会去 伴你住院 希望一切都顺利吧 刚才老妈一直都在 劝我姐 吃宫回家算了 但是我姐呢 毕竟在外面有十多年了 已经习惯了外面的这种 生活节奏啊 还有生活方式 突然要她吃宫回家 估计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吧 所以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 解决了再说吧 后期 我们再到时候跟姐夫 他们一起商量一下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到这里哦 我们下期见 出门在外的朋友 在外面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大家都要注意好身体哦 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 拜拜